接下来我要讲讲那个卤蜜 所谓的淋巴系统 淋巴循环跟养分的吸收之间的关系 我们以前在高一说 水溶性养分直接溶于水 然后由那个龙毛腔里面的龙毛围血管吸收 那龙毛腔的龙毛围血管 就会会有到小肠的围血管里 小肠的静脉血 就会直接进入到肝门静脉 而进入肝脏 肝脏呢再由肝静脉 回到下腔静脉去 好那这个循环系统 我们也顺便就复习一下下 肝静脉 然后回到下腔静脉 自然就回到了心脏了 下腔静 那回到了心脏的右心房 下腔静脉 然后就回心了 对不对 好但是没那么简单 这个肝脏不是只收集肝门静脉 肝脏本身也有肝动脉 来提供肝脏养分与养气 所以肝脏有两个贿入 有一个贿出 所以肝脏的血液很多 对我们好像之前讲过 那小肠呢是由肝动脉提供养分跟养气 所以肝动脉 把血液送到小肠 那小肠的这些血液就贿入到肝门静脉 也就是说没有肠静脉这个血管 也没有胃静脉 皮静脉 大肠静脉都没有 因为小肠胃皮大肠 他们的血液都贿入肝门静脉 而贿入肝脏 包含肝脏的那些水龙性养分 就由肝门静脉就送到肝脏直接储存了 好所以水龙性养分不用回心 直接透过肝门静脉到肝脏储存 可是子龙性养分不太一样 子龙性养分是透过这个乳米管 乳米管就汇流到所谓比较大的淋巴管 那这个比较大的淋巴管呢 因为我们的小肠位于下半身 而下半身的淋巴管全部汇入了胸管 那胸管在由左锁骨下静脉 回到了上腔静脉 左锁骨下静脉 好这个可是高音都学过了哦 我只是在复习一下 然后就回到了那个上腔静脉 最后就回心脏了 好就回心 所以水龙性子龙性稍微不同 水龙性养分是心到肝脏 由下腔静脉回心 子龙性养分呢会先到胸管 然后由左锁骨下静脉 由上腔静脉回心 好绕了一圈 好那这个透过的运输管道 叫做乳米小球 写在最下面 所以乳米小球 它的运输方向 就是由小肠运输到肝脏去储存 小肠 然后经由血液 淋巴易循环跟血液循环 最后送到肝脏去储存 好这是乳米小球 可是你的身上的这些脂蛋白哦 除了乳米小球这种脂蛋白之外 事实上还有另外两个 大家常常会在健检时 或是一些医药卫生的文章啊 或是报道听到 一个叫低密度脂蛋白 英文简称LDL 另外一个叫高密度脂蛋白 英文简称HDL 那为什么是LDL L就是Low D就是Density 低密度 那最后一个L是Lipoprotein 脂蛋白 那这是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高密度脂蛋白 好他们的路径呢 稍微不同 如果是低密度脂蛋白 会从肝脏 送到周边组织去 把胆固醇跟脂 有一次胆固醇 送到周边 包含血管 所以这时候你的血管 就会累积很多胆固醇 而动脉硬化 所以我们会把LDL 一般会称它为 坏的脂蛋白 好那HDL呢 高密度脂蛋白 是反过来的哦 它把周边包含血管的 脂质 或者是胆固醇 送回心脏 那这样子你周边 就没有什么脂质 或胆固醇 所以可以降低 心血管疾病 降低动脉硬化的可能 所以HDL被叫做 好的脂蛋白 而上面的胆固醇 就叫好的胆固醇 好这两个 一个是送离开肝脏 到周边组织 另外一个是 从周边组织送回肝脏 除了这两个之外 第三个叫乳米小球 有小肠吸收后送到肝 所以不同的脂蛋白 是它运输的路径 方向稍微不同 好以上就是 我们把 淋巴管中 或者这些所谓的脂蛋白 跟养分吸收相关性质 就在那边说明补充 所以你们见解报告 有些人在抽血 会验HDL 跟LDL的比例 然后就说 你的LDL偏高 对吧你家族可能会有 高血压心脏病 动脉硬化的病史 这跟遗传有关系 会有家族病史的 好以上这是养分吸收 既然讲到家族病史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介绍 一些常见的心血管疾病